神犬将军盘护和靠山雄四柱 赶到西山 为救三娘令庆都 打死了三只猛虎 气坏了驯虎的人都督 这三只猛虎是他从小带大训练出来的 这一死 像死了自己儿女一样 哎呀 好小子 敢伤我的宝贝 我叫你们敌偿对命啊 他抡起了师父上前 罩着盘护 刷就一斧子 盘护拿着铜斧子 一看师父劈起来他乐了 哎呀 还有敢扛我的 去你这不 烫 游下网上一兜 把师父 蹦出去了 要是一般人 石虎这一下子 能把师父绷飞了 或者绷断了 你别忘了 都督外号叫神虎 有力气 螳螂 虽然崩毁了一楞神 嗯 好大的力气 哈哈 小子 有点劲 打家伙不怕你 来吧 盘护这阵啊 跟闹着玩一样 他以为有人跟他玩呢 他不认为这是仇敌 盘护用的是铜斧 都督用的石斧 一个叫神拳 一个叫虎神 世上上哪找这么一对怪人呢 打得不可开交 俩谁厉害啊 半斤对八两 论力气 盘护比都督大 论招法 都督要比盘护精多了 盘护没什么招 就是瞎抡 但是他有力气 一力详实会 都督有招数啊 现在打平平 但是时间长了 盘护非吃亏不可 他真缺心眼啊 那么四柱呢 和那些亲兵卫队打在一起啊 四柱是有力气 但是好汉怕人多 恶虎怕群狼 就这样 狗熊组合和都督 及西山的位 对打得难解难分 青都和红继 利用这个功夫找放熏 青都惦记儿子啊 红继比青都都着急 别看没亲没故 他心里明白 这个孩子是我妈给偷出来的 如果真言我娘之过 放熏丢了性命 我们娘几个就没脸 活在世上 所以他提醒青都 娘娘快找孩子 是啊 刚才听见了哭声 现在哪去了 此时正是半夜 天上繁星点点 周围茫茫青山 山上不是密林 就是杂草 路上怪石临寻呢 荒草比孩子都高 上哪找啊 他们站在半山腰 往下边看是火把 人声鼎沸 往上看 什么呀 看不清 哎呀 这孩子上哪了呢 他们俩没看到孩子 有人看见了 谁呀 就是那个万恶的土星 因为他对这里的地势 太熟悉 这是他的地盘啊 不管方才多少人交战 死多少人怎么打 他那一只眼睛 寻找放熏 方才庆都 用担子打伤土星 其两个当兵的 孩子从他们手中挣脱 边喊娘 边撒开小腿跑 往哪跑 他也不知道 但是这孩子有一点明白 不能被抓进山洞 扔在那个柴草垛上 又冷又饿 开始还哭闹 没人管 后来哭不出声了 有三只老虎在对面 洞子里握着 不时地发出吼叫声 这孩子都要吓死了 还好 每天有人给他送饭 西州啊 饼啊 他都是吃饱了 今天可算跑出来了 哪没人往哪跑 哪没人呢 山上没人 这孩子真可怜 往山上伸一脚 浅一脚地跑 摔倒了 爬几步再跑 没多远就被土星看着了 哈哈 在那呢 给我追 小杂种 你可跑不了了 我要抓住你 就把你摔死 可此时 清都 没看见孩子 他也跑不动了 清都最近体力下降 孩子丢了 他不吃不喝不睡地 想孩子 这几天连续作战 特别是搞腹之死 对他打击又大 方才又折腾了多半夜了 所以气喘吁吁啊 这个心脏承担不了 坐在那 急得掉眼泪 红记啊 我走不了了 估计孩子有危险了 哎 孩子要是没了 我 我也不活了 红记听这话 心像刀扎的一样 急忙相劝 恩公 千万别想那些 是我对不起你 你当初救过我的命 是我害死你的孩子 我应该敌偿对命 我该死 啊 清都听这话 吻吻心神 红记 上次你说 你母亲把我孩子偷走 我问你 你不说 现在你又说 你害了放熏 你一定让我明白 死个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跟贡公是什么关系 为啥 为啥这样害我母子 有何仇何恨呢 哎 娘娘啊 我们跟贡公族没关系 我们是东一人 是长仪和长山的人 是他们要害你们母子啊 清都听这话 好像高楼失脚 杨子将心 断缆崩周 原来是长仪 长仪是华夏的奸细 他是要害地窟 红记啊 你到底是谁 叫什么名字 哎 事已至此 我也是良心发现 全告诉你 我叫何仲 是长仪重用的杀手 我是无名氏 我母亲可大大有名 名满九州 他叫西河 啊 清都听了一哆嗦 你母亲是东一的女巫师 这可是个奇人啊 他可大大有名啊 清都知道西河 据说西河出生的时候 有特异功能 能够控制太阳的生落 被东一人称为太阳之母 巫术高 威望高 脾气古怪 性格极躁 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位有本事 可是个疯婆子 要说跟谁好 赴汤蹈火不含糊 要说跟谁不好 翻脸无情 心狠手辣 他容易偏听偏信 如果被一些居心叵测的小人 抓住这个特点 在他面前颠倒黑白 激起他的怒火 往往把善的看成是恶的 把恶的当成是善的 当年自己老是女丑 就告诉清都 你记住了 万一哪天你碰见这位女巫 西河 敬而远之 别往前凑 指不定哪句话得罪 他给自己带来杀身大祸 这个西河 生了七个儿子 他丈夫是谁 那你就别问了 那是母西社会 七个儿子死了 三个还有四个 就是西中西河 河中和书 他们都是东夷的大臣 随着长夷驾到华夏 这四个人全带来了 西中西河是文人 被帝库封关在朝中主政 河中和和书呢 是武将 留在长夷身边 住在博州城内 是长夷的心腹杀手 他们俩手下 还有二十多名杀手 随时听长夷 闲黑调遣 洪记就是何仲 何仲说 是我母亲西河偷你的儿子 清都说为什么呢 好 我告诉你 哎 我的母亲 除了是著名的东夷女巫 还是 长山和长夷的老师 长山长夷的本事 是跟我娘学的 因为我娘跟长山的父亲 老东夷部落盟长 私交甚好 他请我的母亲 交长山 交长山 收长山长夷为徒 我母亲当时不乐意 后来 老盟主用面子靠 至好答应 但是提出条件 我可以交他们俩 但 这层师徒关系 不可让外人知道 老盟长说 行 你交就成 就这样 西河 隔三叉五 进攻 传授长山 长夷的能耐 随着这两个人 逐渐长大 西河发现 这兄妹二人 飞扬跋扈 太自私了 哎呀 他觉得 不太喜欢 慢慢的 就来的次数少了 到后来 老盟长去世 常山做了新盟长 专门派人 请老师西河 做东一大巫师 被西河拒绝了 西河说 我要想当巫师 你爹在的时候 我就当了 不能等到现在 我不愿意 长和你们的事 就这样 西河不出来 常山特别精 你不来呀 请你四个儿子 出来做官 这种可以吧 就把西中西书 和中和书 请到朝内 唯以重任 前往我说了 前两个大的是文官 留在朝里 后两个小的是武将 这件事 女巫西河 没发表意见 他一想 我不操这个心 他们随便吧 而他 因为点挫折 隐居深山 很多年 庆都他妈倒霉 就倒在最近呢 西河出山了 就是前几个月 突然这个女巫啊 想出去看看世界 有什么变化 儿子工作生活怎么样 也想看看徒弟 你看师徒一尝 还是有感情的 就这样 他进宫找到常山 这什么时候呢 正赶上四妃娘娘 常怡 在新都 悄悄飞歌传书 给他哥哥常山 告诉常山 博都温义 被庆都平定 现在他打了奏折 请地库返都 问哥哥怎么办 常山多混账 立刻派人去挑唆 戎无沿途 揭杀地库 刚把使臣派走 女巫西河到了 常山一看见师父 热情接待 西河问 你妹妹常怡呢 常山一看 这可是好机会 立刻搬弄是非 师父啊 别提了 常怡让我输给华夏了 给地库当老婆了 啊 他怎么能 给地库当老婆呢 常山就把自己在 一旗步比武夺亲 说自己怎么仰慕庆都 诚心去求亲 本来自己夺魁了 结果地库赶到 跟自己比武 不是自己对手 庆都看伤地库师 共主 暗中相助 用弹弓把我打伤了 最后地库人多 逼着自己 蒙氏 签订了 不平等条约 叫我把妹妹 嫁给地库 要不然 华夏就会 兵发争讨 我妹妹不乐意啊 为了东夷 老百姓的设计 只好屈服 你的四个儿子 跟着我的妹妹 去了华夏国 但是得不到重用 华夏国 以庆都为首的 一帮旧臣 对内 打击你徒弟 我的妹妹 常怡 对外 吭扎咱们 东夷过去的臣子 包括你四个儿子 嗨 两个入朝 不受重用 两个在外边的 就更惨了 你知道 为什么庆都这样 压我妹妹一头呢 她就是仗着 自己是华夏国 大祭司 女丑的徒弟 实际她是瞧不起你 什么 习和听这话 火腾就起来了 本来脾气暴躁 就容易冲动 啊 闹了半天 庆都市那个老东西 女丑的徒弟啊 嘿嘿 这个丑 我还没报呢 因为西河年轻的时候 心高气傲 自认为本领天下第一 当时听说 华夏国有个男巫师 叫女丑 巫术高朝 她不服气 曾经登门 要鄙视高低 女丑开始不愿意跟她比 咱俩又没仇没恨的比什么呢 结果这个女巫 西河来气了 认为女丑瞧不起自己 她一连打伤了 女丑十个弟子 逼着女丑跟她比事 女丑一看 怎么来这么个女疯子 比吧 结果 结果无论是文韬 武略 还是战术 巫术 医术 女丑都比西河高一大快 西河当众出丑 觉得脸上无光 一跺脚回到东夷 躲进深山 不再出来 更加孤僻了 现在听她徒弟 长山这么一说 女丑的徒弟 庆都处处跟自己徒弟 过不去 是冲我来的 哈哈 你们欺负徒弟 没那么便宜 我让你们知道知道 老太太西河的厉害 长山 你说 我怎么才能给你们出气呢 最好是杀了庆都 杀人 这我不干 给她点教训可以 那这样啊 庆都有儿子要放熏 我妹妹常怡 也有儿子叫直 现在放熏和直 是竞争对手 如果那个孩子又没了 将来帝库的共主之位 就能交给直 这就等于把华夏 交给我们东夷了 对咱们大有好处 这是个好主意 我把那孩子偷出来 显示显示咱们的本事 看他们还敢小瞧 我们东夷人走了 这个疯婆子 离开长山那儿 就跑到博都去了 正赶上庆都带兵 出去 接应地库 把孩子放熏 留在了女丑家里 到了晚上 只有柳绿陪着放熏睡觉 这女巫西河一看 太好了 我让你这老巫也出出丑 半夜跑到女丑府 她在放熏的泥丸弓上 贴了一块迷魂膏 贴上孩子醒不了了 然后用一条被 裹吧裹吧 就把孩子偷出女丑府 很快到了东夷 交给长山 西河说 孩子我给你 但是不能你给我弄伤弄死了 我就是给庆都女丑个教训 羞涩羞涩她们 杀杀她们威风 让她们以后 不敢跟我们东夷人作对 当然了 你也可以拿孩子 跟他们做些交易 要些东西 这没问题 但是孩子 不许给我弄伤了 要是伤着 我可不饶你 师父放心吧 咱不是那样人 西河说 那好 剩下事你处理吧 我走了 她跟没事似的 回山了 长山送走 西河心说 师父 你光说不让我伤害这孩子 可没说不让我把她丢了 我留她干嘛呀 我给贡公送去 土星在 贡公呢 那是我的人呢 让华夏跟贡公打起来 贡公胜了 我趁机出兵灭华夏 贡公败了 华夏也得消耗不少 我可以从中捞点便宜 于是长山派人 把放薰送到了幽州 正这时 心肯手辣的土星 从伯州那跑回来 建州放薰可高兴了 这才和向瑶一起 以放薰为人质 要挟华夏 以后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对于这些事 女巫西河不知道 后来她外边 又溜达了一个多月 重新回到家里 碰见俩儿子了 何仲和何叔 这俩人怎么回来 原来他们做陪嫁之臣 他的两个哥哥 得到华夏重用 再朝为官 何仲何叔呢 是作为杀手留在民间 以前两人灌输的是 以东夷的利益为重要 忠于东夷 他们才组织人 在黑松林刺杀庆都 反而嫁祸江源 又过不久 博都发生瘟疫 仰看着老百姓 一个个倒下了 可是被长夷控制的 贤黑这些东夷官员 不但不救人 还借机敲诈百姓 两人看不惯了 更含心的是 这帮杀手也 有人感染了瘟疫 常依贤黑知道 不但不关心 反命令把感染者 全部活埋 死的埋了 活的也埋了 免得传染 贤黑跟地库 偷偷离开博都 临走之前 没告诉这哥俩 那意思 你们既然有人 得了瘟疫 那就自生自灭吧 这帮杀手 倍感寒心 纷纷辞职不干了 大部分都走了 只有 何仲何书 在这守着 没多久 何仲 得了瘟疫 病坏了 不敢去看呢 知道三非娘娘看病 他们不敢去 怕被认出来 直到最后 何仲不行了 何书才说 哥哥 不能脱了 冒险也得叫庆都 给你看看 就这样 用马车 把他拉到庆都 这 庆都认出来了 不但不记恨之前 劫杀至仇 防尔精心 给何仲治病 把他治好了 没有审讯 放他走了 何仲更觉得 对不起庆都 亲眼看见 庆都为了抗击瘟疫 亲父一线 牺牲了一个胎儿 使他深深的感动 哎呀 我们过去错了 我们不能再为虎作唱 为常仪 一己之私 陷害贤惠的娘娘 就这样 两个人倒反东夷 赶奔夭州 寻找 放转 放转 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